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刚刚跟你们说的素食也好 布施也好 信仰也好 智慧也好 包括正念 包括随喜也好 那都是黄金啊 要替换你们内心深处和手 抓住人间的那些硬币啊 用这些善良的智慧去放下 去懂得怎么样 用智慧的佛法 用超出人间这种般若的智慧 去解决去解决 去替换那些曾经拥有过的贪婧和称念和愚痴的心 你不就是菩提智慧吗 今天呢 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佛教故事 有两个兄弟跟着佛陀出家 他们在修学上 渐渐地分出差异出来了 哥哥修行 很进取 非常努力 弟弟呢 也很用功 但是几年措夜不眠 悉心深究 他们兄弟两个都各有成就 哥哥证得了阿罗汉国 弟弟也是深入三藏教典 就是对三藏非常的懂 可是弟弟呢 常常以为呢 因为自己学了三藏 觉得自己广学多文 自夸 喜欢卖弄聪明 然后呢 传播名声 引以为荣 他的哥哥呢 知道以后呢 非常为他担心 对弟弟的成就 他感到悲观 有一次 他就劝告弟弟说道 弟弟啊 人生难得 佛事难止啊 正如佛陀常说的 师人生如大地土啊 得人生如早上泥啊 而今你积极得了 你积得了人生 你就应当 你修行为重 解学 则在其次 你千万要 郑重的选择呀 大家知道在佛法界里边 有一个解 就是理解佛法理论基础 行就是付诸在实践当中 他弟弟呢 他弟弟呢 理论很懂 但是呢 不肯修行 那么弟弟听了呢 非常不以为然 觉得像耳边风一样 并不记在心中 他反驳道 哥哥 你说的我认为 不一定是对的 我觉得 我现在虽然 对佛法 有大海一滴的认识 但尚未得到精髓 所谓 积登其堂 必录其事 待我精通三藏 堪认 人天师表的时候 然后再修道 也不迟 他弟弟的意思就说 我今天既然已经学了三藏 我一定要把它弄通 他哥哥说了 弟弟啊 人生无常啊 生命不能长久的 也许你的三藏 还没有学成 无常就落在了你的身上 所以 及早修行 最为重要 但是弟弟 非常的固执 他的本意 就是执着了 他不肯接受 他哥哥的劝告 不久 弟弟果然染上 奇异的怪病 医药 医药 无效 必死 无疑了 弟弟知道 自己会死了 心中 非常的恐惧 对他的哥哥说道 哥哥 我过去 愚痴迷茫 不听你的教室 现在 面临 寿命将近 修行 已经来不及了 说着 梯泪 交流 向其胸 悔过 不久 他的弟弟 就 四次 离开人间 他的哥哥 非常的痛苦 念着 手足勤奋 因为 他已经 正在 阿罗汉国 他就 路定 观他 看他弟弟到底投到什么 去向 去 实际上就是投到什么 到了 当他看见他弟弟投生在一个 长者家中 他看见了 他心想 虽然弟弟再投胎 我也要救度我的弟弟 他有这种心念 还好这个长者家非常靠近寺院 他为了想救他的弟弟 就经常到这个长者家中去探望 跟他们交朋友 然后就说 这个孩子真可爱 总想找机会去帮他的弟弟 当转世的弟弟 长到三岁的时候 他的哥哥心非常着急 赶紧就替他跪异 教他念 佛号圣号 没想到这个小孩子 也非常的惹人喜爱 聪明乖巧 一学就会 还会念经 当这个孩子长到四岁的时候 其实就是他的弟弟投胎转世 那有一次呢 他的奶娘抱着他 往山上的寺院 去拜见他的师父的时候 因为寺院在山上 时间呢 曲折而崎岖 这个奶妈呢 抱他在怀中 一不小心 失守将这个孩子掉落到山下 这孩子顿时 头破血流 粉身碎骨 凄惨的就这么死了 也就是他弟弟走了 当他临命中的一刹那 这个弟弟就是再投胎这个弟弟啊 三四岁的时候 他的心中啊 顿时生起恶念 他怀恨 这个奶妈 为什么抱我抱的 不这么谨慎 以致我遭遇这样的灾祸 因为他已经是魂 由于他取了这一念的称恨的心 没想到 命中之时 堕落了地狱 他的哥哥知道这件事之后 除怜悯他的不幸之外 哥哥马上录定 再观他的身去 就是他到底到哪里去 突然 他哥哥在定中 看到他的弟弟 居然堕落在地狱当中 哥哥不觉叹息道 地狱的苦处多么深重 地狱的罪孽多么的难度啊 诸佛菩萨上些不能奈何 何况是我呀 就是他哥哥说了 地狱这么深重 地狱的罪孽很难度的 连菩萨都不能动因果 救不了无缘之人 何况是我呢 修了阿罗汉 因为他弟弟过去的不修为 没有去行 还有执着心 还有执着心的上一辈子 造成了他弟弟 佛法难闻 人生难得 既得人生 又有既在 也就是说 不能放下的人 他一定会吃苦 所以我们学佛人 应该把握时机 好好地修学 修行 在佛经里边 解道 紧要 解就是 理解佛法固然 非常的重要 和要紧 但是 我们修的行为 那是更重要 所以我们很多的学佛人 嘴巴里念经 念得很好 心里 明白佛里 也明白得很好 但是做出来的事情 都不像人 没有去好好的行 你最后还是白修 一场空 所以佛法里边讲 叫知行合一 就是你的知识 和你的行为 要合成一样 行解要并重 你的修行 和理解佛法的能力 要一样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真正的理解佛法 那是在内心之中 真正的懂得 能够运用佛法 在生活当中 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之解呀 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下次再见 再见